加海膽基本上是一種靈魂 海膽是一種主菜 一種靈魂 所以我每件事必須加上海膽 但我不是亂加的 我先准微再加 或者將海膽再調節再加上去 什麼都是海膽 以後我會出海膽馬高 來到X2鐵板燒當然要試十八層海膽杯 駱師傅之前做了十層海膽杯已經夠爆 今次來到更加爆的十八層 加入了花膠、鮑魚 最重要是一筆海道的時令杯裏 和時令魚山 下日來到 當然少不了沖繩海葡萄 到這裏當然要吃些堅密的食物 鴿螺蟹和外面的食物是完全一回事 外面吃鴿螺蟹就是蟹蓋 裡面有蟹膏 但又會加蔥花、鑑春蛋 最多給一坨蟹脂上去 但我駱師傅會特別有型 除了蟹膏之外 我們加入海膽、蟲葉蟹肉、三文魚子、黑魚子 我告訴你 我還未被人抄襲的材料 我在做鐵飯燒 不下油的,一定油也不下 水 我用水代替油 吃下去更健康 非常清新的感覺 因為吃鐵飯燒 原來覺得很油膩 來到這裏吃 原來覺得很清新的感覺 吃鐵飯燒不一定油膩 這是技巧 如果想偷師 下來光顧我便可以看到 我做過中餐、西餐 中餐濕手濕腳 又被人叫廚房佬 西餐亦要穿水蟹上班 唯獨是日本生鐵飯燒 型 在台上我命理想 型 被人叫聲師傅 很型 我這裏吃過 四百多元 有十多度 你問外面哪裏 說真的一句 我需要求品質 如果我開大一倍 到時我品質一定會下滑 因為對大了不是羅師傅主 S2鐵板燒只有羅師傅 記得認著羅師傅的S2鐵板燒 ?